大家好,这里是佛之园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未来五天,正财,横财,偏财又顺又旺的五个生肖 生肖数,数数人在五天内,会迎来正观,和偏应新的出现 今年的运势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顺,工作顺利 高效率完成手头任务,事业待望财运,能得到拿奖金的机会 想比去年犯太岁,数数人时来运转,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 生肖羊,数羊的人财运追逐跑,银行存款翻倍涨 喜事接连不断,迟早会发达 生肖羊的朋友,五天内开始急心高照,出人投地 事业飞黄腾达,财富如雨 他们将会在生活当中,发现更多的生财之路 然后从中收益丰厚,运势虽然不错 但是需要生肖羊自己努力 只有通过自己努力加上好运势 才能够帮助生肖羊迎接财富 收获满满的钱财,生肖龙 属龙之人他们在未来五天 有贵人提携 财气大有起色 运气都相当旺盛 生肖牛 即使早年运势坎坷 属牛的朋友也不会放弃愿望 他们希望能够尽己所能 未来五天赚取更多的财富 让家人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 让身边的人跟住自己一起 过上福禄不缺的生活 即使压力重重 属牛之人也能忍辱负重 最终赢得富贵花开 有效改变自己的状况 生肖狗 属狗的人聪明且低调 从不爱张扬 赢得贵人主动帮忙 未来五天属狗人 好运连连不断 急心高照 运势一涨再涨 横财喜事接二连三 在工作得心应手 想花钱就花 收入远远大出之出 纳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鼠舌人注意 你人生中 有三个贵人快来迎接 有一个绝对在你身边 鼠舌人 你人生中三个贵人 有一个绝对在你身边 家里有鼠舌的要注意 生肖鼠舌的人 外表淡漠冷静 但其实内心十分热情 在新朋友面前 比较保护自己 但与朋友相交较深厚 便会处处关怀对方 做事有计划 有目标 能够循序渐进地达到成功 凡所喜爱的人是 必努力争取 尚尽心强烈 使他们能获得一定的成就 鼠舌人心地善良 性格温和 总能给人一种 天静安然的感受 所以他们 往往人缘都会比较好 也与佛有缘 终其一生 贵人运都会比较旺盛 鼠舌人能够用满满的温柔 和爱来对待世界 世界也会用满满的幸福 和美来善待鼠舌人 由于具有天生的特有的智慧 鼠舌人是一个 天生的神秘主义者 他们喜欢发现新事物 谈求各种 有意思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文雅 思问的鼠舌人很爱读书 爱听名曲 爱吃美味食品 并且爱看戏剧 他们被生活中 所有美好的东西吸引 一朵花一棵树的美 也很容易打动这群 独具艺术气质的鼠舌人 舌年出生的人 一生朋友满四海 走到哪里都是贵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高超情商 具有擅长社交的本领 鼠舌人虽然天生爱才 但在朋友意气方面 却也是非常地道的人 绝不会出卖背弃朋友 在伙伴需要帮助的时候 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他们 因此鼠舌人一生 也注定能得到 别人的慷慨解囊 如果不斤斤计较 能更加大方 鼠舌人就更受财神眷顾 迟早能发财了 鼠舌的贵人属相 牛 鼠舌的人和鼠牛的人 在性格上 会有很多相反的地方 但是他们却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也就是说 性格上的不同 并不能说明他们 不能成为好的朋友 相反 只要他们走到一起 就会产生一种互补的动力 令双方有相见恨婉之感 相反 只要他们走到一起 就会产生一种互补的动力 令双方有相见恨婉之感 鼠舌的贵人属相 猴鼠舌的人 和鼠猴的人之间的友谊 只能是普通的等级 到不了深厚的程度 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里 他们也只能是尽心尽力 共同完成公司 交给的任务而已 不会有之外的感情 可以说 两人可以合作得很好 但一旦事情完成了 那么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里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鼠舌的贵人属相 鸡 鼠舌的人和鼠鸡的人 是一对不错的好朋友 相互之间会有很多的话要说 为了给某个同事开个玩笑 或是协商起来忧谁一抹的话 两个人都会想到一起去 下了班之后 他们又会说个半天 把谁都八卦一番后 到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就如再也见不到面一样 鼠舌人的性格优点 专心致志 意志坚强 温和 自爱 谨慎 心灵手巧 想法赋予柔软性 有神秘浪漫斯文外表 与熟练处事态度 冷静沉住 具有特殊才能 有贯彻始终的斗志与精神 不会炫耀自己才能 而是按自鼓励 并按照计划逐步前进 天生感受性及知性很强 对别人 却有善意关怀的应变能力 机运上往往独占先机 梦想以自以力量 来创造飞黄腾达的事业 但若缺乏合作精神 而容易失败 沉默寡言 不轻易动怒 凡是三思而行 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 很了解自以的能力 很重视精神生活 拥有来生的第六感 即超人的洞察力 对事物观与判断很强 一生在财运上非常幸运 从不缺钱用 对金钱欲很强 鼠舌人的性格缺点 有时动摇不定 为自己打算 多疑有嫉妒和报复心 心胸狭窄 内心冷漠 大事面前优柔寡断 表面冷漠 占有欲很强 个性上有柔弱的一面 不亦亲近 也不轻易表露真心 更不随便与人交往 生性虚荣 常带怀疑的眼光 情绪不稳 感情一生波折 知境退善交际 心稍待有极度 不易与周边人相处 重感情与金钱 态度虽然千功有礼 实际上是个不服输的顽固者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属兔人 五月初大事了 今 影响全家 2024年已经马上进入五月份 对于生肖兔的人来说 你们的生肖运势会如何呢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为大家详细分析 生肖兔五月份的运势 希望能够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 一 生肖兔五月份运势优点 一 事业上有所进展 五月份生肖兔的事业运势 取向稳定 有可能会得到领导 或者客户的认可 有所进展 但同时也要注意 保持谦虚和沉稳 不要过度自信或者冒进 二 感情和家庭稳定 五月份对于有伴的生肖兔来说 是一个感情和家庭稳定的好时机 可以多花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 增强感情和亲密关系 三 学习成绩出色 对于正在学习的生肖兔来说 五月份是取得好成绩的有利时机 只要认真学习 多花时间去思考和总结 就能够获得满意的学习成果 二 生肖兔五月份运势缺点 一 财务方面需要谨慎 五月份生肖兔 对于财务问题需要格外注意 可能会遇到一些 棘手的财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要保持冷静思考 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要保持冷静思考 做出明智的决策 二 心情容易焦虑 五月份生肖兔 容易感到心情不太稳定 容易出现焦虑和压力 在这个时候 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注意调节情绪 三 家庭事物繁琐 五月份生肖兔的家庭事物 可能会变得比较繁琐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处理 在此时 要保持耐心和细心 尽量避免产生矛盾和纷争 总体来说 五月份生肖兔的运势 比较平稳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注意 在事业和学习方面 可以有所进展 但在财务和心理方面 则需要多加留心和处理 只要能够合理规划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善于解决问题 就一定能够 度过一个美好的五月份 最后 我想呼吁所有读者 在评论区留下 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让我们共同探讨生肖运势 一起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谢谢大家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